俄罗斯遭遇投放金融核弹 卢布贬值30% 经济制裁一切皆有可能 加密领域也不是法外之地 Coinbase和币安拒绝封禁俄罗斯账户 称比特币是个人主义精神的体现 加密市场脱离美股走出自己的步伐 空军们又要失望了 3月4号星期五 B联合赞 我是Michael 随着俄乌局势的持续紧张 再加上联合国把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定义为侵略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加入到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行列 那么有分析人士说 这无异于给俄罗斯投下了金融核弹 那么金融核弹对俄罗斯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法国财政部长 布鲁诺·拉美尔 他是怎么说的 Sanctions prove to be effective Sanctions are effective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situation of the ruble There has been a devaluation of the ruble by 30%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Russian market There has been a decrease on the Russian market by 30%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risk of having bank runs in Russia We are already inflicting severe damages to the Russian economy severe damages to the Russian financial system And we will stick to that line Which is a very strong one For the view of making understandable Or determination to say stop To Vladimir Putin 欧盟宣布已决定将7家俄罗斯银行 从Swift跨境支付系统中移除 这将在10天内生效 欧盟27个成员国已决定采取额外措施 以阻止俄罗斯逃避制裁 包括将制裁扩大到白俄罗斯 发动此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欧盟的目的并非为了从真正意义上摧毁俄罗斯的经济 We just want to say stop to Vladimir Putin We don't want to use weapons We don't want to have any kind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But we hav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ower 雖然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俄罗斯可能要经过数周之后 才能感受到这次经济制裁的痛苦 不过把俄罗斯踢出swift的系统 有点像杀敌1000自损800 因为很多分析人士表示说 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 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次并没有把俄罗斯的所有的金融机构 和银行都清除出swift的系统 而是留了一些缺口的 所以在法国财长表完态之后 美国财长耶伦也表态了 俄罗斯占全球贸易约2% 是全球能源金属制品粮食的出口大国 由于欧盟90%的天然气依赖进口 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 如果将俄罗斯全部金融机构 剔除swift系统 欧盟制裁俄方将承受更高的能源价格 进而面临更严重通胀 另外美国四名参议院民主党人 置信美国财政部 对俄罗斯可能使用加密货币来避免制裁 表示担忧 耶伦近日回应称 这一领域并非完全可以规避 美国将密切关注局势 在继续研究制裁是如何运作的同时 并评估是否存在泄露 根据2021年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联邦全境之内加密资产的使用率 特别是比特币的采用率 在全球范围内排名是第18位 那么随着俄乌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这个数据还在不断的往前推 很多俄罗斯民众在排队取出卢布 换成相关的避险资产 除了美元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就是比特币 所以有观点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 包括SWIFT的系统 都会受到加密数字支付系统的冲击 有可能被取代 Coinbase和币安拒绝封禁俄罗斯账户 称比特币是个人主义精神的体现 加密市场脱离美股走出自己的步伐 空军们又要失望了 几天前乌克兰的总理就呼吁 币安和Coinbase相关的负责人 能够暂停所有俄罗斯方面的用户 但是遭遇到了币安方面的拒绝 因为乌克兰的总理认为说 加密资产有可能会帮助俄罗斯逃币相关的制裁 或者说减轻制裁的效果 但是Coinbase的负责人和首席执行官 杰西·鲍威尔就表示说 比特币它象征的是自由主义的精神 支持的是人权 据美媒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重点战略 以确保俄罗斯不会为此使用加密货币 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 兼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著名批评者 布劳德表示 如果加密货币交易所继续拒绝全面冻结俄罗斯账户 他们应该会面临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严重影响 他们应该会面临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严重影响 周三俄罗斯经济继续受到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联合实施的制裁制度的影响 俄罗斯股市周三仍然修饰 这是该交易所自1998年以来最长的停牌时间 卢布对美元汇率在两天前暴跌约30%后 于周三跌至110美元的历史新低 此前的市场普遍预计 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可能比特币会和原油期货和美国股票一样 随着周期一起来波动 很多分析人士说美联储加息之后 大量的疯狂投资的时代就将终结 那么按照周期理论来讲 现在比特币和其他的投资产品一样 处在熊市的早期阶段 再次开启牛市可能要到2024或者是2025年 不过影响市场的因素可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这一次的地缘政治就凸显出来了 加密资产或者说比特币和传统的股票市场脱钩的一些表现 很多分析人士表示说 现在加密资产动辄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甚至三十几的涨幅 相比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百分之零点几的涨幅 他们说这表示说加密资产已经和传统市场开始进行脱钩 不过这样的涨幅能否持续 我倒是觉得还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 自三月一号以来 加密市场迎来大幅上涨 根据Corn Market Cap数据显示 三月一号市值排名前十的币种普遍超过百分之十 其中BTC24小时涨幅百分之十五点六 ETH涨幅百分之十三点三 截止三月二号凌晨 据Corngego数据显示 加密货币市值突破两万亿美元 比特币市值占比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三 以太坊市值占比为百分之十七点五 so if you look at Russia specifically you have reports of long lines atms as people are racing to withdraw cash the ruble is basically collapsing you know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 safe haven asset bitcoin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haven asset that's generally you know part of its part of its philosophy is that it's a hedge against this kind of risk so i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but that's not the only use case for crypto currency right now it's also being used for donations world ride 据Glasnow的最新数据显示 持有一枚以上BTC的地址数量达到81万7,445个 创下近10个月新高 3月2号消息 据Glasnow的数据显示 持有10ETH以上地址数突破28万 创近一年新高 we're going to see prices on you know certain goods like gas and fuel spike we're going to see a lot of these financial factors that you know people are kind of looking at change so crypto as a flight to safety has been you know a something that people have been looking towards and speculative trading might have just but you know seen folks put money into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接下来的几周之内 或者说一段时间之内 都是地缘政治非常敏感的时期 或者说战争的一个动荡期 作为投资者 我都奉劝大家一定要多看少动 那么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加仓进场 我会在每周一的周评当中来告诉大家 当我们的指标完全修复之后 我会给大家发出这个进场的信号的 这是以上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节目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支持我们把频道做得更加的专业 节目最后来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币圈大事件 近日女装品牌Anikiki发布2022秋冬NFT虚拟服装胶囊系列 此外Anikiki官方微博还于昨日发布了极客俊翼身着NFT虚拟服装 Cyborg生物盒的照片 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部长 Michaelo Federal宣布接受Doge捐款 根据区块链记录 提供的钱包地址从607笔交易中收到了超过397,848 截至发稿时约价值5万3千美元 从东方文化获悉 公司正式推出文化和艺术收藏品NFT相关服务 将在旗下香港数码交易中心打造一个线上平台 为文化和艺术收藏品提供NFT产品的铸造发售拍卖交易等服务 Inter AMD ARM Google Cloud Meta 微软高通三星台积电等联合宣布成立行业联盟 以建立小芯片生态系统制定小芯片互联标准规范UC 是在芯片封装层面确立互联互通的唯一标准 韩国加密货币交易所正在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 Bisenberg和Korbit于今日中午左右屏蔽了俄罗斯IP的访问 Kran称其上个月底就已封锁了IP并限制俄罗斯公民的加入 该平台没有俄罗斯用户 Rbit称该平台于去年11月就限制了俄罗斯公民的加入 目前没有俄罗斯用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